卡纳斯的警区官方at我回复我了啊 我以为他们要开始整改了 没想到警区的老毛病又犯了 完全不知道我们旅客是过来给他们送钱 老是觉得我们要求他办事 简直就离谱到家了 他们第一条公告声明大概意思就是 我们里面很大正在搞建设 你要坐几十分钟进到买票口 买票口再做一个多小时的警官车进去是正常的 而且最后面还要说多次发的公告 他们没有问题 意思就是我没有做攻略 我不能乱讲这个事情 但我在这里告诉你 我那个视频讲得很清楚 明明可以一辆车直接进到警官里面 你非要分三辆 你们门口那里就可以买票 根本就不需要再换乘进去 你们的买票中心再买票 最后面还说会接受更多的监督跟批评 好我再监督你一下 你们里面还有个景点叫壳木村 我去的时候房价四百 现在不到半个月 涨到六百 旅游旺季要涨到一千 我先不说那里是不是神的后花园 但我想讲的是 那里只有神才能住得起 我们普通人真住不起 我们普通人真住不起